这个脚屎棍能搅得非常的出色 我们看这个詹剑又上场了 下一轮的对手又是排名比较靠前的 詹剑是在刚才的比赛当中又战胜了好帅 排名第四的马龙 现在呢他是6比3领先 他跟反手的反交 然后打出来的球呢有区别 11比5三件上这一局 辽宁人 漂亮 今天批黑马 不知道他还见7比8落后 说明他的意志平均还是很顽强的 8比10落 特别啊 也许大家对詹剑还不是很 但这两年之所以没有太好的成绩是因为詹剑的 双方相持 嗯 刚才詹剑是削了一板 反手削一板 这也是被逼无奈啊 因为正交的中远台之后啊 就不好处理球了 是 只能硬打 他挂不住 对 嗯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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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们现在任命当教练了 还有一个 说明了我们国家队的教练员 也是运动员 也是很多年轻的运动员 也能够有机会 包括马龙 这些都是属于年轻人 新生的一代 所以马龙可能相对来说 心里要保守一些 总是想赢 而瞻见的反正也没关系了 上 这些球比较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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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漂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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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龙的就拼命拔 反手也拔住 正手也拔住 用旋转来拔住 瞻见给人的感觉是短平快 然后马龙的是有摩擦的变化 这个这个这个 拉持线 特别能咬 这次是粘剑的快 又把 制服了马龙的转 那么这样呢 粘剑呢就以3比1战胜了